哈囉 大家好 我是AboveLight 最近我收到許多朋友來問有關旅行的問題 他們問說 到底英文不好 可不可以單獨出國旅行呢? 今天我就要來回答大家這個問題 所以你準備好了嗎? 讓我問你的問題 為什麼你認為英文不好 不能一個人單獨去旅行呢? 許多人問這個問題是非常奇怪的 英文不好是怕迷路 然後找不到回家的路嗎? 現在很多地方一出機場的時候 那些牌子都是中文 而且入閥的時候還會看到7-11 你運氣不好的話 旁邊有一堆華人 用中文在那邊靠北來靠北去的 我知道 我知道 很多人會說 那我怎麼跟外國人溝通啊? 我想要跟外國人聊天 我想要交外國朋友啊 很多人困擾著 英文不好 那怎麼跟外國人溝通認識? 人家會嫌煩 不想跟我說話呢? 其實跟外國人溝通 你英文不用很好也沒有關係的 你只要真誠的做你自己 建議的表達就可以了 就算你這種一點點英文單字 都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英文不好根本不是問題 你還是可以跟外國人溝通的 就在英文在那裡沒有關係 而且這樣更好笑 你就在那邊 呼呼呼呼 都來都去 英文不好反而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是一些日常生活的東西 比如說吃飯啊 去餐廳 這些東西都是可以解決的 像我已經去了十五六個國家 我到現在 還看不懂一些美女 看不懂一些菜單 每次點菜的時候 一來 完全看不懂 恩 Chicken Orange juice OK OK 那如果是住宿 你怕迷路回不去 你就把地址寫在紙上 OK 看到人的時候 就直接拿紙給他看 這裡怎麼走 或者是現在根本 大家都用GPS了 根本不會迷路 所以日常生活都是可以打理的 只是會有一些些麻煩而已 重點是你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但是英文不好跟你安全沒有關係 你只要去自然安全好的國家就可以了 現在有很多很多地方 都比台灣還要安全 比如說紐西蘭 Yes 紐西蘭我們最愛的地方 還有太多地方 都是比台灣安全的 你只要不要太白目 晚上一個人 去一些很狹小 一些很暗的暗像裡面 或是看到一群人 怪怪的在那邊 好像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不要靠近他們就好了 很簡單 跟你英文好不好 沒有關係的 所以說出國旅行 英文不好 只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的生活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看不懂英文 你就得問很多很多問題 你花很多很多時間去研究 但是這樣就是因為這樣子 你才會遇到很多很多 有趣的事情 所以說你現在覺得英文不好 那恭喜你現在 趕快出國旅行 去好好探險 用你真誠的自己 去跟外國人 或是跟這個世界溝通 等到你英文好之後 就沒有這些好事情了 OK A B C D E O G 我就是要 單獨去旅行 嗚 今天就知道 2 2 1 4 2 4 2 4